侯友宜跟韩国瑜的关系虽然是很好 但是韩国瑜的沉默不足 它代表了什么 请侯友宜自己审慎思考一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韩国瑜跟侯友宜之间究竟发生什么事 最近侯友宜他讲了一段话 他跟韩国瑜经常通话 谈得非常愉快 但是没有想到有人见缝插针 说侯友宜跟韩国瑜之间的关系 如何如何 他显然他是在说我 当然我也不会对好入座 那侯友宜讲完这些话 我的朋友就马上跟我联络 他是说 他说老张 你讲的都对 我说为什么 他说侯友宜不应该这样子批评 我说为什么 他说事实上 他说事实上你讲过两次 韩国瑜跟谁吃饭 他直接了当报复 他说的的确确他们都在吃饭 然后呢我的朋友另外一个朋友进去敬酒 他说那也是事实 因为他在查 所以他说那我讲的都是对 但是侯友宜说我们在侯友宜跟韩国瑜之间见缝插针 事实上他说这是不对 因为侯友宜跟韩国瑜之间的交谈 当然他也跟我讲到了一些事情 但是我也不方便转述 我只能够说 我讲的都是对的 他说侯友宜现在跟韩国瑜之间的关系 就跟当年韩国瑜跟吴敦毅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虽然我是你的提名人 但是身为党主席的吴敦毅对于韩国瑜的事不稳 这个是他跟我讲的 他说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侯友宜的确经常跟韩国瑜通话 但是他从来没有开口 说韩国瑜你要帮我什么忙 讲的永远是客套话 那换句话说 搞得韩国瑜非常的困扰 那韩国瑜为什么困扰 就是说你经常跟我通话 你也跟我谈了一些事情 那你究竟想要我帮你做什么 请你直接开口 侯友宜就是不松口 侯友宜不松口 那韩国瑜只有沉默不语 他不能够说我要主动请英吧 况且侯友宜也没把韩国瑜纳入在他的团队里面 他说这是事实 虽然通话很多 但是没把韩国瑜纳入到他的团队里面 这是事实 跟我讲这句话的朋友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就是告诉我 他在吃饭的时候看到傅坤奇 还有其他人在包厢里面 他进去喝酒的那个人 他说韩国瑜对他保持的非常热热 他进去敬酒的时候非常的热热 他也曾经问了韩国瑜说 韩董啊 什么时候出山 他是问了这句话 那所谓出山的意思不是韩国瑜他要选 而是韩国瑜什么时候出来带动蓝营支持者的情绪来挺红 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 因为当天在场的有至少四五个人 那他在讲的时候韩国瑜就笑一笑 他说时候到了 他自然会有答案 这个是什么答案 这是什么答案 所以他就跟我讲 他发觉韩国瑜建的人 跟侯友宜 批评的 或者他们批评侯友宜的人 是在一落 那换句话说 韩国瑜进不了侯友宜的团队 那主要的意思 他还是在侯友宜的态度 所以我的朋友讲 他说两次 他说的确 的确是两次 然后在长安东路跟中山北路的四条通 或者是六条通 他说那个地方吃 在那个地方吃饭 他说的确 两次他都有碰到 就是说 我的朋友 他证实了我另外一个朋友的想法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回过头来讲 侯友宜针对 韩粉五大将 他们剪辑出来的影片 他发表了批评 我认为这是非常的不智 就是说各位去看 侯友宜去拜访的人 各位有没有发觉 没有一个人在脸书上 或者FB上 支持他 只是知道 他去拜访小万长 他去拜访马英九啊 等人 但是 没有一个人发表脸书 支持他 那包含韩国瑜在内 那所谓韩国瑜 在内 韩国瑜他自己本身 他也有脸书嘛 有的时候他也会发布一些讯息 或者 因为我看韩国瑜的新闻 大概都是透过韩粉五打架 知道了一些事 但是话说了回来 为什么 侯友宜跟韩国瑜通话 当侯友宜在讲的时候 你韩国瑜说是 因为侯友宜经常跟我通话 那我绝对支持他 但是韩国瑜为什么沉默不语 就是没有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 就是说那你打电话的性质 只是基于一种礼仪跟礼貌 而不是请韩国瑜出差 那换句话说 侯友宜团队的人 对于韩国瑜 我讲的难听一点 似乎是非常非常的忌惮 就是怕韩国瑜会抢侯友宜的风采 那事实上 我再讲一次 韩国瑜是诚心诚意的要帮助 要帮助侯友宜下架民进党 但是侯友宜的很多的做法 我是不方便说 因为我的朋友 他有跟我说了很多次 但是我也不方便说 他只不过是针对两次 韩国瑜跟某人吃饭 他告诉我 这些都是事实 韩国瑜他有时间去跟朋友吃饭 难道没有时间跟侯友宜见面吗 各位可以想想看 那当然这个中间你发生什么事 他的原因我知道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但是不把韩国瑜纳入到团队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侯友宜 必须要审慎思考的一个问题 毕竟任何一位大位参选人 只能够嫌票多 不能够嫌票少 你要当选就要靠多数人来评你 这个是选战的不二法门 但是我们现在看侯友宜 似乎都要把这些人 隔绝于团队之外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侯友宜跟韩国瑜的关系 虽然是很好 但是韩国瑜的沉默不语 他代表了什么 请侯友宜自己审慎思考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